作假那是很麻烦的 一旦查到了你的造假成本 跟你的收益是不相称的 在美国 这个我赞同 没有说美国跟我们大陆这边 那是截然不同 在过去我们大陆这边是以造假为荣 一个作假账 公务员是作假履历 作假账也是正常的 那社会上的造假烟 假酒 什么都是假的 所以我们不是有一个老华小奖吗 十个中国人九个骗 还有一个在训练 其实都是造假的 是不是 所以现在那些庙堂之上的 他们的以前发迹的很多人都是造假 十个中国人九个骗 还有一个在训练 总部就在住马店 靠造假发财 所以这个我经常说造假犯 造假犯其实造假犯跟造假犯是一样的 造假这批人都造假的 包括他的律师 都是造假的 这个毫无疑问 我们早就清清楚楚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 这个请我们不要去 对那些年轻人有时候 能忠忍的忠忍 不能忠忍的 有时候该移除就移除 不明就里有时候乱怼 连怼都不懂 其实这个怼是应该 那个提手旁的怼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老师 他就讲了这个事 你要怼别人 你自己首先也有半斤八两 要自己要电量电量 别人老是在讲课的时候 讲试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 还是忍一下 让别人多说几句 那如果有不同的之处呢 等到他讲完了 或者他在讲的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指出来 但是你要指出来 他的事物在哪里 他的不符合逻辑和 历史史实的 那个论据在哪里 证据在哪里 这样可能大家会比较 心平和趣的来谈识 看得出来光束老师 是快言快语的一个人 也是比较急迫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 因为在一个群里面 而生去 网络这种世界 它看起来有些真的 有些假的 稀稀实实 第二呢 我们不要以自己 不要影响到 我们自己的群细为要 这个是一个 要懂得掌握的 有些人 因为在群里面 跟人家口角 或者是政治 搞得整天梦梦不乐 这个也有 我也有经历过 这种情形 比如说我们 本来想讲一个什么事情 还有一个 一项的一个原则 要求 我大概讲一下 我们每一个人 在讲说的时候 尽量时间 掌握在半小时左右 不要 从早上到晚上 一个人一直在那边 说 不知道是否说 下跌人